亚运会男篮小组在第二场,中国男篮将迎战哈萨克斯坦男篮。 在第一场比赛中,中国队82比80显胜菲律宾男篮,周琦发挥出色,全场贡献周琦25分12篮板7盖茂2助攻,另外王哲林、阿布都沙拉木和赵瑞也得分上双。 这场比赛,中国队首发阵容,孙明辉、刘志轩、丁燕宇航、周琦、王哲林。 第一节比赛,哈萨克斯坦球员之谷林远射三分手先得分,湖顶的周琦大跨步到篮下打成造成对手犯规,打成2加1。 丁燕宇航塞球篮下王哲林报扣球近,刘志轩给左侧湖顶周琦外线三分标中,哈萨克斯坦球员加里洛夫直接跳投命中,首截中国男篮26比18领先哈萨克斯坦队。 第二节,董汉林溜底线打板得分,哈萨克斯坦球员之谷林,给到右侧的雅各得金远头三分,伊尔加里三步上篮打进,对方已经把比分反超一分,赵瑞突破造成对方犯规,两把两中,半场比赛结束,中国男篮38比37指领先哈萨克斯坦一分。 第三节,右侧外线拔金三分球,阿布都沙拉木挤进内线,抛头打进,右侧外线周琦三分线外,一米远投进。 赵瑞控球过半场右侧外线后撤拔起的三分,丁燕宇航上眼睛踩扣篮后,紧接着抓到反击球,再来杀快攻上篮稳稳放进。 哈萨克斯坦球员迈的金切篮下造成王哲林犯规,王哲林午饭离场,右侧外线刘志轩三分远投在进。 三节比赛结束,中国男篮69,49领先哈萨克斯坦,这节中国队打出了流畅的进攻。 第四节,刘志轩绕弯到篮下上篮,方硕接着射三分,丁燕宇航小拉杆多闪,中送出一记后仰跳投还造成对方犯规。 二加一成功,最终中国男篮83比66战胜哈萨克斯坦,丁燕宇航十四分二篮板三助攻二段,赵锐十一分三篮板三助攻,刘志轩十八分五篮板六助攻,周期九分三篮板三盖茂,丁燕宇航,赵锐和刘志轩表现不错,男篮一小组第一出现,祝贺中国男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